哈喽哈喽各位小伙伴 今天很开心啊 就是找到了阿武这一个套装 因为我觉得黄色这个套装 还是很喜欢的 因为里面有我喜欢的天使兽 然后还买了一些别的玉族吧 然后死皮赖脸的 问了老板拿了四包那个dash pack 然后呢我们后面呢就是 嗯我想吧因为这个是我 未来应该可能常用的牌组 所以我也买了卡套 对它进行一个配合 所以我会放在这一个卡盒当中 是应该属于不错的 那么闲言少许给大家开这个 起始组吧 起始组这一个是作为给新手玩家入门的 一个东西 所以它的售价不会很高 当然如果大家看见价格比较高的 就一定是他们炒高的 就一定不能接受这样的价格 然后我开的版本还是英文版本 然后这是ST3 然后是那一个就是 是第三弹嘛 第一弹是那个红色 对吧红色 所以说呢这一个其实还是不错的 当然了 当然这一个黄它那叫天堂黄 天堂黄 确实确实挺黄的啊 然后呢因为像这一个说 这个是六岁家玩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都应该可以适合玩 这个所以说它里面呢 开盒还是这样 然后里面还是送了一包包就是那个 相当于秘密卡组 也不是秘密卡组 就是一个就是扩展包 其实就让大家体验 那买了这个你觉得不够 就需要扩展包 所以是这样 然后我们这样照样打开 因为像这个卡组 因为我现在已经玩了一点时间了 然后对这个卡组啊 然后有一定的稍微的一个了解 然后呢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背面 这个背面 这个背面 这个背面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个 像蛋一样的 它其实是数码蛋的一个组 其实是不能对战的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呢 就是上面写着Degimo卡的呢 后面是可以对战的 那么闲言少数 我们也就给大家来介绍 这一个第一个兽是迪哥兽 迪哥兽 它是属于幼年期的一个数码宝贝 幼年期的一个数码宝贝啊 然后这一个呢是小狗兽 小狗兽 就是那个 其实就是迪路兽的小兽 小狗兽 小狗兽 当年被学念了人掉下去的 掉下去的一个兽 然后这一个兽呢 其实是我们之前没有看过的 它叫木魔兽 木魔兽 它其实主要作为一个进化阶段 进化阶段 然后是这个巴达兽 巴达兽 像这个巴达兽呢 大家可以看 这个就跟别的兽不一样 它那个下面就是写的一些文字的描述 它说我方回合 每回合一次 对方的数码宝贝 dp值 值就是变成0 消失后 记忆体加1 然后因为这一组啊 它可能是比较 希望大家使用记忆体的 因为这一个就是它的记忆体嘛 每一回合大家都有自己的记忆体 之后我也可以跟大家详细的 详就是详细的说一下 什么是记忆体 然后这个是天使兽 天使兽我们知道 这个还是很有名的 天使兽还是很有名 这是狄鲁兽 其实狄鲁兽跟那个 就是天使兽 都是属于成熟系的 但虽然它看着比较可爱 但是也是成熟系的 是不可小觑的 然后我们看 这一个呢 这一个是独角马兽 独角马兽 它是属于有一个格挡的技能 因为像有一些卡组牌 它里面需要一个格挡 如果你用格挡的数码宝贝去攻击了 你的记忆体也会相应的减少 然后是这一个是圣天使兽 圣天使兽 因为像圣天使兽 如果按照数码宝贝严格来说 它这一个可以属性克制 把小丑王干掉 但小丑王是究极体 所以它有一个属性压制的一种功能 这是天女兽 天女兽最有名的就是第一部 跟一个黑暗天女兽 互打耳光 互打耳光 这一张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张是天龙兽 这张属于R卡 大家可以看 这张属于R卡 就像前面的 它都属于就是U卡 就是N common 就是不常见的卡 然后这一个是属于R卡 是圣龙兽 当然它只是好看 没有什么特殊功效 然后这是究极天使兽 究极天使兽 然后说我们这是R5 它那个港版的翻译 就是比较叫高时月 高时月 但是我们从小看 应该它是叫R5 R5 然后这一个是数码宝贝后面的技能卡 它属于天堂之门 这是圣天使兽很有名的天堂之门 然后接着是我们仙女兽的一个技能 仙女兽这一个技能 其实它这个名字叫天堂魔力 其实我对这一个并不是很熟悉 并不是很熟悉 然后后面这是圣龙兽的一个技能 它叫神圣烈焰 神圣烈焰 听着还是很厉害的 听着还是很厉害的 然后最后一张 它那一个是叫七从天堂 是天使兽的一个技能 那么然后后面几张是相当于一个规则卡 就是让小朋友买来之后 如果不知道怎么游玩 可以读一个规则卡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记忆体 记忆体它是这样 正反玩家是这样放着的 正反玩家是这样放着的 然后一开始在圆顶的零基础上 然后开始慢慢移动 所以它也写了 这一个是player1跟player2 所以是两方玩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对战的 其实可以增进朋友 或者兄弟姐妹之间的友谊的 所以这一个卡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今天再来开 这一个就是一个卡牌 然后它是属于那个1.0版本 这个是1.0版本 然后有187张不一样的 哇这一个收集起来就困难了 然后三张秘密卡牌 然后普通的69张 非常见的50张 然后和一些卡 那么当然这一个呢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玩家来说 只要有一些普通的 就能对战了 咱们不可能 就是把所有的一些好卡都拿到手 对吧 然后呢像这一个呢 其实包装还是对标 那个宠物小精灵的 它是属于BT2的 BT2系列的 然后我们看看 没有开到好卡 但是开到了一张R5的卡 诶 这张还是BT1的 诶 它那一个这个系列很奇怪 它那个属于1.0的 它能开到BT2 大家可以看 它能开到BT2 也能开到BT1 它BTE BT2 它两方都能开到 都能开到 然后这里 这里它那个BT1也有一张R5 这一个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让我看一看BT1的R5 它上面是讲的什么内容 等等啊 我来我来好好查一查 好了啊 我那个好像这个R5的好像查不到吗 哦 查到了 这一张的R5的就是我方回合开始啊 记忆体在2以下可以变成3 然后登场时啊 确认我方的安全区域的卡牌的全部内容 然后翻入加入手牌啊 然后该张 该张卡片为黄色时复活组加1 然后从我方的卡组最上面取一张卡放在安全区内 所以就是R5啊 它是有一些特殊的加成的 那么然后我们再开今天的就是一些特别卡包吧 特别卡包 它总共有五张一张S2卡 两张S2卡 一张R卡跟两张C卡 那么就看看我们今天的手气了 这个手气如何啊 对吧 所以说这一个其实还是很很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助力的 对吧 我们现在开好了 什么卡 哇 这张好帅啊 刚开就开到一张S2卡 刚开就开到一张S2卡 BT3的S2卡 哇 好帅啊 好帅啊 然后我们再开下一张 好 同志们我们再开下一张 看看这一个好不好玩 好 我们再开下一张 希望不要重复 哇 又又开到一张 哦 说明就是 这是一张BTE的 BT1的S2卡 哇 哇哇哇哇哇 这个好帅啊 好帅啊 然后我们再开下一张 哇 又开到一张 这是一个BT1的 哦 这一张其实我们之前开日本版已经开到过了 哇 又是一张黄色 那么就说明我这次可以组黄色战队了 黄色战队了 再开这一张啊 1 2 3 哇 战斗暴龙兽的这张卡牌 哇 战斗暴龙兽的这张卡牌好帅啊 哇 这是BT1的 哇 这一个好帅 所以说我们今天还是不错的 都是开到好卡 都是开到好卡 对吧 然后今天这一个说明稳赚不亏啊 稳赚不亏 然后今天我们这个黄色卡组就开到这里 然后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关注及订阅 然后很高兴大家观看 谢谢